如果在地面上有个炮弹 炮弹是进行斜向发射 炮弹的初速是V0 和水平面的阳角是c角 于是炮弹质量M在地面上发射的时候 由于炮弹是斜向发射 因此我们可以把炮弹的速度 分成水平方向的初速 还有垂直方向的初速 于是水平方向的速度 这个叫做Vx 垂直方向的速度 这个叫做Vy 于是水平速度Vx等于V0乘上cos 而垂直速度Vy 则是V0乘上sin 这是炮弹在发射之初 一开始的水平初速和垂直初速 而假设炮弹发射以后 炮弹从地面它到最高点 经过的时间是T1秒 这时候垂直方向在最高点的时候 垂直方向的速度等于0 于是我们先求出从地面到最高点所需要的时间 因为垂直方向只有受重力 所以垂直方向有向上的初速 这是一个垂直上抛 所以 V等于V0-Gt 到最高点 垂直方向的速度等于0 可是 垂直方向的初速是V0 sin 减掉Gt 于是一向过去 V0 sin 就等于G乘T 所以T1等于 G分之V0 sin 这个是从地面发射到最高点所需要的时间 所以 炮弹在还没爆裂的时候 炮弹从地面发射到最高 需要时间 这个时间就是T1秒 这个时间等于 G分之V0乘3 sin 可是 炮弹从地面到最高 这时候水平方向因为不受力 所以水平方向维持等速度 所以水平方向的速度 一直都是V0 cos 假设发射到最高点 如果这段距离 这个叫做X 于是 从发射点到最高点水平距离 这时候X等于V0乘上cos 这是水平速度 因为水平方向不受力 所以乘上经过时间T1秒 所以我们把T1带入 这时候就等于V0乘cos 再乘上 G分之V0 sin 于是 我们把前后向合并起来 这时候G分之V0乘V0 有V0平方 sinθ乘cos 如果我们分子分母乘以2 这时候就变成了两倍sinθcos 于是就有了sin2 所以这是从地面上到最高点水平距离 我们把这个叫做X 所以这个是炮弹在爆裂之前 所飞行的水平距离 还有垂直距离 假设炮弹在最高点的时候 爆裂成M1跟M2两个碎片 如果这两个碎片质量相等 也就是M1等于M2 直接等于1分之1M 则这时候在最高点的地方 因为炮弹在爆裂前 最高点只有水平速度 所以最高点的速度 一直都是V0 cos 可是 如果其中一个碎片是自由落下的话 则另外一个碎片 它必须要往前飞 因为在最高点 炮弹在爆炸之前 只剩下水平速度 所以水平速度是V0 cos 而垂直速度则是等于0 现在炮弹爆裂 由于爆裂是属于内力作用 水爆裂前爆裂后 会遵守动量守恒 水爆裂前的总动量 因为爆裂前 炮弹质量是M 速度只有V0 cos 这炮弹在爆裂前总动量 等于炮弹爆裂之后 其中一片是1分之1M的质量 可是 这个碎片如果只有自由落下 所以水平初速等于0 因此水平动量等于0 而另外一个碎片 2分之1M 假设向前飞速度是V1 所以炮弹另外一个碎片 它爆裂之后 如果速度变成V1 这时候炮弹向前飞出 于是前面一项消掉 我们就只剩下2分之1M 乘以V1 前后两项我们把M消掉 于是把2乘过来 这时候速度V1 就变成2倍的V0 cos 因此如果炮弹在最高点爆裂 它爆裂成质量相等的2块 其中一块是自由落下 另外一块向前飞出的速度 是2倍V0 cos 可是炮弹从地面到最高点 经过的时间是T1秒 在最高点列成两个碎片 其中自由落底的那一片 牵着方向没有出速 所以牵着方向自由落底 水从最高点落至地面 和从地面飞到最高点 所需要时间会相同 水自由落下所需要时间 也是T1秒钟 而另外一个碎片 向前飞水平速度 是2倍的V0 cos 可是它只有水平速度 没有牵着速度 所以牵着方向也是自由落体 所以另外一个碎片 落至地面 所需要时间也是T1秒 因此在最高点爆裂成两个碎片时 如果其中一片自由落下 则另外一个碎片是水平抛射 牵着方向因为速度都等于0 所以如果自由落下的碎片 是在这个位置 则另外一个碎片落下位置 会在这个位置 两个碎片联合的直星会在中间的地方 因为两个碎片质量相等 所以两个碎片到直星的距离 这两边碎片距离比会是1比1 以此类推 当碎片继续往下掉 自由落下的碎片落下多少 水平抛射的碎片同样也落下同样距离 这时它们两个到直星的距离仍然维持1比1 一直到落到地面时 自由落下的落到C点 水平抛射的飞到E点 可是两碎片的联合直星还是在D的地方 D点的位置就是碎片联合直星的位置 因为炮弹爆炸属于内力作用 所以炮弹在飞行的过程只受重力 因此炮弹在有爆裂跟没爆裂 直星的轨迹一直都是这一条泡物线的轨迹 因此当自由落下的碎片直接落到C点时 因为从地面发射到最高点需要时间是T1秒 从B点落到地面需要时间T1秒 而直星从最高点落到地面也是需要T1秒 所以我们发现 炮弹到最高点所经过的水平距离是这个X 从最高点落到地面 这个直星这个距离同样也是X 而两个碎片质量相等 因此D点到E点这个距离也是X 所以如果自由落下的碎片在C的位置 A到C的距离正是自由落下的碎片 它距离是X的距离 可是另外一个碎片 它落到地面距离发射点 从这图上我们发现有3X的距离 因此碎片一如果自由落下到发射点的距离 就是AC的距离 而AC的距离也是我们刚求出来水平距离 这个等于2G 分之V0平方 sin2θ 这是碎片一 如果把这个距离叫做L 则直星到发射点的距离 这时就是炮弹没有爆裂的轨迹 直星到发射点的距离就是AD的距离 可是AD的距离是L距离的两倍 等于2L 所以等于 G分之V0平方 sin2θ 这是磁心到发射点的距离 可是 碎片二到发射点的距离 就是A1的距离 A1的距离 从这图上是3L的距离 所以等于 2G分之3倍的V0平方 sin2θ 这是碎片二到发射点的距离 于是 量碎片之间的距离 这时候 碎片一和碎片二 量之间距离 就是C1的距离 可是 C1的距离 直接等于2x 而2x等于 G分之V0平方 sin2θ 这是炮弹在最高点 进行等值量爆裂时 它落至地面 碎片之间的距离关系